警方瓦解九年级暴力集团 竹联邦人堂名人会 一清查十几个少年 学长拉学地贩毒当车手 主声强调没有强迫 只是给个赚钱机会 可以靠自己把零用钱赚包包 卖毒咖啡每包抽成50元 只是名人会可是出了名的凶残 开枪杀人到讨债掳人 泼气杂电惹是生非 桃源黑帮黑人家族大哥 遭人持枪击毙 警方彻查与名人会有关 建设公司被砸 江母鸭大乱斗也是名人会成员 新北市新店车商接连被掳 疑似出自名人会之手 还有被称为诈骗终极战的KK园区 他们也参一脚 警方分析名人会搞诈骗 搞毒品被台湾最大毒销就是他们 到处收购账户求尽卖家 甚至要求集团成员诈骗绩效必须达标 否则就卖去柬埔寨 只是黑帮这几年为了躲避行则 转型找未成年犯案 看准他们好骗成本低又需要得到认同 随便红一下就吸收 这也导致少年犯罪率逐年攀升 这几年少死化的印象 少年人口是有降低 但是少年的犯罪者人数却是逐年攀升 甚至每年平均来到了9000人左右 警方进一步追踪 发现诈骑跟毒品为最大宗 只是法律针对少年犯以教育代替处罚 希望孩子有改过机会 但犯罪迹象不减反增怎么办 他有一个未成年人 就是一个小孩子 那你加重他的行度是没有任何意义 你应该是加重这个教唆人 这个成年人 现行的法律是二分之一 加重他的行度二分之一 那我们建议可以提高 从加重二分之一提高到两倍 他整个犯罪结构瓦解 也才可以真正促进我们少年犯减少 针对少年犯 警方校方关怀也追踪 只是少年是否要回到正轨 也看自己有没有决心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或许人别待在江湖就好了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